U18亞洲青棒錦標賽 中華隊31高 碰上預賽最強勁的對手日本 從賽前練習 就能感受到濃濃的較勁意味 面對甲子園明星隊來襲 中華小將沒有別的想法 就是兩個字 拚了 全力搶身了 反正這場 我們這場一定要過 如果這樣過後面也比較好打 所以我們大家都很突然覺得要拚這場 蠻期待的 因為我們原本預定就是要 就是這場 我們一直在準備這場 在台灣打 然後對手很好 球場又那麼好 就蠻興奮的 也蠻期待的 在台灣主場迎戰強敵 說沒有壓力是騙人的 但這些年輕小將 沒被高張力比賽給影響 有人努力複習勤搜資料 也有人選擇讓自己放鬆心情 就是要用最好的狀態迎敵 因為今天先發可能是 他們最快的那個 金錦達野吧 對啊 在勤搜上面可能就是 以他的直球來攻擊 我自己就聽音樂讓心情放鬆一點 要不然等一下比賽會太浮躁 就聽那種比較high一點的歌 他們日本就是在打擊纏鬥方面都很好 就是還有跟偷手的節奏都不錯 所以我覺得每個打擊都要注意 知道那個那叫什麼光星學院那個 對啊 因為他隨時有可能偷點 還有他纏鬥真的很好 該研究的勤搜做足了 該演練的戰術早已滾瓜爛熟 中華小將已經全面調整到位 要拿下日本宗教練蔡明堂 點出最重要的關鍵 中華小將鬥志高昂 面對日本甲子園大軍親門踏戶 一點也沒在怕 要在國人面前克敵制勝 目標只有一個 把冠軍留在臺灣 RyTV新聞採訪報導 中華小將